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抑郁的第四个模型 内卷模型 通常啊 它可以解释青少年的抑郁和青年人的抑郁 我们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我们觉得小年轻 青少年 中学生 大学生 他又没有什么具体的烦恼 他怎么就抑郁了呢 而且现在吃得好 穿得好 是吧 物质条件都挺好 怎么就抑郁了呢 这当中很多时候跟内卷有关系 内卷是个网络热词 现在很多的大学生见了面之后 问 今天你卷了没有 卷赢了没有 这样很有意思 内卷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戈登威泽提出来的 它是说的是什么呢 一种过密的文化现象下的一种反复循环 不能够突破新的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个概念很复杂 但是呢 简单点说 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呀 什么叫内卷呢 它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人物陷入到了无限竞争的怪圈 为了赢得竞争呢 按照规则奋发向上的过程 它实质是什么呢 按照外部的规则 要求驱动 实际上是外部驱动我们的行为 我们举例子啊 比如说 中小学生赔优 然后呢 因为学业是竞争 你赔了我不赔 我就输了 我赔了你不赔 我就赢了 咱俩都赔 我就加一门 你看我加一门 你加两门 你两门我就三门 一直往下加 层层叠加 弄得小孩不堪重负 好 再比如说大学生选课 他怎么选的呢 哪个老师给分高就选 他不是想的是 这个课他喜不喜欢 愿不愿意去学 他是看老师给分高 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不care自己的 不问自己内心的 还有呢 现在很多学生参加活动啊 都是很外在的功力导向的 这个活动能不能加分 对我保研有没有帮助 功力导向的 他又不是呢 来看什么呢 对他自己的成长 是有没有帮助的 他也不问他自己是不是喜欢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 内卷中的人们呢 可能会什么呢 有成功 但是没有成长 或者呢 成长不多 他会成为他人期望成为的人 而不是做他自己 不是做他自己 所以内卷有个什么典型的特点 叫外部驱动 那关于这个呢 心理学家过去是怎么研究的呢 他用的词不一样 因为研究外部驱动和内部驱动啊 是有两个心理学家 瑞恩和德西 他们的自我决定理论 就来研究 人们出于外部驱动 和外部的原因 和内部驱动 我自己的原因去行动 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 尤其在心理健康上有什么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小孩学习 是为了自己学呢 还是为了他人学 是内部的原因呢 还是外部的原因呢 比如说 你问孩子啊 你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学习啊 他说 威廉爸爸妈妈的奖励 这是外部驱动的 这叫卷 是吧 威廉爸爸妈妈的期望 这叫要求 这都是外部的 内部的是什么呢 学习有价值 我考上好的学校 将来可以美好生活 还有呢 我感兴趣 我喜欢 我自己喜欢 这内部驱动的 前面两个是外部驱动的 后面两个是偏内部驱动的 好 大家就理解了 那问题来了 我要去做和要我做 哪个更好 就外部要我做和 我内部要我去做 哪个更好 结果呢 围绕自我决定理论 心理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发现 内部驱动是最好的老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看着啊 内部驱动 出于自己的原因 去行动的个体 它有更高水平的 创造性的劳动 大家想一下 你做你喜欢干的事的时候 你会去钻研它 琢磨它 这怎么回事 是吧 还有呢 面对困难的时候 更有坚持性 我举例的 夏天 40度的户外温度 篮球场 初中生 中学生 从中午12点打篮球打到6点 全身衣服湿透了 又累 又热 妈妈拉都拉不回去 我喜欢 我热爱 这个很苦的 是吧 这叫坚持性 在新颖的任务上表现更好 同时呢 应用更有效的策略 因为它琢磨它 另外呢 有更多的参与 还有更多的幸福感 注意啊 这里讲幸福感 反过来 反过来 卷的 外部驱动的 看着啊 卷的 第一 行为坚持性更差 运用的策略更少 更应付 决定的啊 如果把这帮小朋友 夏天到了 放暑假 让他参加篮球夏令营 让教练管着他 要求他们去干什么 去打篮球 王盘跑 传街球 你整个一下午 几百趟 请问当教练走的时候呢 小朋友们要干嘛 绝对要偷懒 连把停下来不想干了 所以呢 这就行为坚持性更差 靠外部的 还有呢 他也更应付式的磨羊工 哎呀 怎么还没到时间呢 他磨羊工 当他觉得时间过得慢的时候啊 他就已经不喜欢这个事了 就破坏了兴趣 第二呢 有更少的心理幸福感 他没有活力 你看看 我们出于外在的要求去做事 就觉得没意思 没劲 应付式的 还有呢 也不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同时呢 也自尊比较低 这些都是抑郁的特点 比如说没有活力 自尊比较低 好 第三 有更冲突的关系 总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内部驱动 自己的原因去行动 特别好 总结一下 按照外在的规则去行动 不考虑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感受 时间一长 就可能得空心病 你总是顾着外部的 不管你自己的 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 长期压抑自己内心的感受和需要 那可能导致抑郁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是青年人的抑郁和自杀 2020年12月15号 北京某大学2018级的大学生跳楼自杀 这是个悲剧 深感痛惜 自杀前夕啊 他在朋友圈发布了遗书 说 再见 各位我所熟识的 他说 做题是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 是唯一的优势 刷题 好 然后呢 舍弃了刷题这个优势以后呢 他就发现 他就没有理想信念了 生活无望了 然后呢 没有了理想和信念 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毁在这点上 当我们总是随着外在的 这个规则去行动之后啊 你就走着走着 把自己走没了 那自己想要什么 感兴趣什么 需要什么 都不清楚了 那么 这样呢 就虚无了 好 这是个悲剧 好 我们再进一步地看 出于外部驱动 和内部驱动的孩子啊 在学校里看起来一样的努力 但是呢 出于内部驱动的孩子啊 他更有加轻松愉快 能够有效地应对失败的策略 反过来 出于外部驱动的孩子啊 他们更加焦虑 缺乏应对失败的良好策略 主要 应对失败的良好策略 缺乏 外部驱动 那这样导致呢 有消极情绪 可能焦虑 抑 还有研究发现 出于内部目标 个人成长 归属 集体农浴馆 和自身的身体健康去行动 比出于我们 冲着外部的目标 财富 个人形象 都是别人看的嘛 做给别人看的 还有人气 去行动 人们有更多的幸福感 好 我们来看这里啊 总结一下 抑郁的内卷模型 叶胜桃认为啊 教育是农业 不是工业 农业就是 每个人是不同的种子 那你西红柿跟胡萝卜 它不一样 但是工业呢 就要按大家 让照相同的方式去发展 都按照西红柿的方式去发展 把胡萝卜变成西红柿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呢 我们在种子啊 它有不同的土壤 有成长的时机和阶段 因此啊 我们在人的成长 要尊重人的天性 这个天性呢 跟它内在的感受和需求 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现在很遗憾 很多青少年学习 学校学习 它要统一的模式 回到家 还是陪优 还是统一的工业模式 那这个对小孩的影响是巨大的 那有没有尊重它的天性 独特的这种需求 让它有独特的这种发展的倾向呢 那这样呢 容易导致小孩被内卷 容易得空心病 总结一下 持续的内卷和外部驱动 破坏自主性 带来焦虑 导致空心病 长期压抑自己的内心的需求 导致抑郁 那么这是关于抑郁的内卷的模型 我们下一讲 来讲 如何来应对内卷 以及在内卷之下的青少年 怎么办 我们家人应该怎么办 好 本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